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医疗器械设备上的一款零部件 大家看到我手中这款产品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它是由6082的理材再加表面喷涂而成 我先讲一下这个喷涂 喷涂的话 它这个标准是蛮高的 首先它是有沙纹的纹路 它对这个纹路也是有要求的 然后呢 对色差也是非常高的 它的LAB值是要小于1.0的 光泽度的话也是有要求 另外呢 你看到它内部是防喷的 那我们这个产品呢 它做到的就是这个分界线是非常清晰的 大家也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没有孔的 那没有孔位的话 对喷涂它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要防喷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挂的地方 但是又没有孔啊 没有孔怎么挂 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说会挂这里 但是这里是一喷涂的 也是外观面 这里是不能挂的 那我们以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样品阶段的话 我们是这样解决的 大家看到我手中这个产品 其实这是一个防复的一个夹剂 它是这样的装进去防复的 这样子就可以起到一个防复作用 那这个孔子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孔子就是做挂机用的 就是挂着来喷涂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机加工工艺的实现 这个产品呢 一个正面 一个反面 那无可或非 它的两个工序都搞定了 那先加工哪一面呢 正常来说这个是外观面 也是浮面 一般它都是在第二工序 而且这个产品啊 这个外观面的时候它是没有直升位的啊 如果在第一工序的话 那第二工序也是不好装夹的 所以这个外观面是在第二工序完成的 第一工序就是车内部的内部的结构 大家可能就是感觉啊 这样子车完再车这里就行了 但是我们也碰到一个问题点 就是这个面内部结构都是斜面的啊 直升的非常少 而且这个产品呢很单薄 是车好这里之后 在加工店面的时候是比较难装夹的 那么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辅助的工艺夹位 就是在这个千千啊 延长四个毫米左右 作为第二工序的一个装甲位 然后在车完这个面的时候 我们轻轻的用切断刀把它切断就可以了啊 留下一点点披风呢 再拿下来再用沙子打磨啊 就很完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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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